機車在路口處停等紅燈 但後方有輛教護車突然一路往前衝 騎士們彷彿骨牌般漸漸倒下 這一撞把所有人嚇了好大一跳 教護車一路鳴笛趕往現場 機車撞成一團受傷騎士 先坐在路邊進行檢查 隨後依序送醫 只是怎麼會一口氣撞倒這麼多輛機車 原來 我剛剛不小心就是那個鞋子卡住了 然後結果就踩錯了 然後我就是贏打N檔 結果他一直暴衝這樣子 說起事發過程 語氣中滿滿驚恐 剛出門而被無辜波及的騎士們更無奈 就是停紅綠燈的時候 然後後面突然有一台車暴衝 事發地點就在桃園鎮光路 文中東路口20號早上8點左右 正逢上班上課時間車輛大 許許你駕駛因為鞋子卡住 物財油門才撞上9輛機車 釀成8人受傷 還好大家傷勢不嚴重 有些駕駛人習慣已上車就脫鞋 主要原因是因為穿了有根的鞋子 難踩 認為脫掉鞋子後 比較能感受到油門控制的力道 這回女駕駛則因為鞋子卡住 造成事故 不只自己被嚇壞 騎士們也飽受警嚇 特別是廖宗親王四處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